我们之前提到说我们有不同的重组DNA 都要透过基因转植技术来转植到目标的细胞里面 我们刚刚有提到几个 包含透过农感菌转植植物 包含透过所谓的电极法或是化学法 让子体可以进入到心育体内 可是其实在后来我们又发展出很多新的技术 尤其是这类动物的 如果是多细胞的生物 比如说动物 你就很能用刚刚说的那些方法 因为你如果感染啊 或是用什么电极法 你只能局部 你不能全身的细胞都做基因转植 所以如果是多细胞的生物 最好的转植时机 就是当你还是单细胞的时候 所以一个人体或是一只猪或是羊 你还是受精软阶段 这个时候是最好做基因转植的时候 你只要转一个细胞 这个细胞就会开始分裂成一整个个体 如果你现在已经出生了 变成一整只个体 它有很多细胞 此时你基因转植做不到了 因为细胞太多了 人类一个成体大概60兆个细胞 你怎么转植 60兆耶 所以如果你要转植人类 最好就是从 你细胞还很少的时候 比如说受精软 或是早期胚胎 就发个细胞的时候就转植 那怎么转植呢 在受精软之段 你可以利用显微注射 利用很细的针 然后把基因直接注入到你的细胞核里面 再显微液下操作 这叫做显微注射法 这是大概是1980年代左右 可是之后呢 我们有别的技术 比如说通过病毒 因为你拆根针到细胞核里面 难保不会错坏 里面原来的基因 有可能 但如果我今天用病毒当载体 用病毒去感染那个受精软 不是也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吗 所以显微注射可以 病毒可以 那农短菌之前介绍过 农短菌的那个TI质体 引发 肿瘤的那个质体 可以转植植物 所以农短菌是对植物的 而 那个显微注射 大部分是针对动物的 动物的受精软 那基因腔呢 都有 但基因腔通常是针对组织 比如说有的 植物组织在组织培养 或是一部分的动物组织 金枪的原因是这样子 我拿很多的金粒子 这个金是真的金哦 一颗颗的金 这个金上面呢 我让它吸附了很多DNA 然后把这个金粒子 放到某个工具里面 这个工具就是一把枪 我们称为基因枪 早期这个枪是用火药的 砰爆炸 然后把那金粒子往前一推 这个金粒子就会往前喷射 假设这是培养机 没有很多细胞 这个金就会冲冲冲冲进来 像散弹枪一样 Shot gun 那就有一些金粒子 打到旁边的培养机 或打到细胞子 这就失败了 但是总是会有 不小心打到细胞核吧 核这么大 你只要金粒子打到细胞核 它金粒子所带的DNA 就进入细胞核了 这是基因枪 以前是用火药 后来有人用电极 正负相刺 后来就用压力 气压 不是正负相刺 正正相刺 或负负相刺 用电极 或是后来用气压 高压气吞进来 把金粒子往前冲 好 这叫基因枪 基因枪通常指的是 对组织 植物组织或动物组织 它是在培养米上的 就打下去 好 这些是基因准备 进入常见的一些引擎